娱乐圈的明星舞台上光鲜艳丽 可是他们背后的辛苦可是无人能及的 明星成名后对于自己的颜值和身材都是非常重要的 能在红毯上亮相 这也是他们知名度会更高一层 努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关晓彤出生于北京 学生 演员 父亲关绍曾是影视演员 由于家庭文化的熏陶 他从小也热爱艺术 喜欢舞蹈和钢琴 鱼里冰冰 黄海斌共同出演古装青春励志剧《再生源》 饰演童年孟丽君 后又与陈小义 王满合作出演都市情感剧《突然心动》 饰演聪明伶俐的小学六年级学生 孝亚与梅婷 王志文 同大为合作出演年代爱情剧《幸福还有多元》 饰演无天亮收养的小女儿大雅 后又与吴玛 郑佩佩合作出演情景喜剧《加油儿女心传》 饰演漂亮可爱 学习好的唐纳 参演凝莹转型之作《浪漫天假》 参演电影《向天真的女生投降》 出演电视剧《我们的纯真年代》 饰演游宁之女苦瓜 出演和内首部主题公园全景偶像剧《西戏魔法乐园》 饰演安杰西公主 参演周孝兵 学导的电视剧《我们的纯真年代》 在河南都市电视台首播 关晓彤在剧中饰演女主角《游灵之女苦瓜》 受邀出西洋市《鸡阳青春梦》 到2017年5月的鲜花五次青年节晚会 接受了中国共青团颁发的2017年《鸡阳青春梦》 五次优秀青年荣誉 其与众多艺人共同出演的建军 90周年献礼片《建军大业》在全国上映 她在片中则饰演革命先辈邓领超 关晓彤一向古灵精怪 有时是贴心小棉袄的乖乖女 有时是处处给亲爹下半子的坏女孩 形象多变却不乏激几可爱 观晓彤蝙蝠欲力的形象深入人心 她从国民闺女变身最具潜力演员 一路成长惊人 并且她也不再满足乖巧可爱的荧幕形象 渴望突破自己 使得她的细路越走越宽 星图越来越坦荡 在某次红毯出席活动中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她身穿单薄的礼服 为了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不惜埋动 双手抱着直打哆嗦 面容僵硬还得保持微笑 真的是令人心疼 徐璐出生于泪蒙古 毕业于中国人民解发军艺术学院 中国青年女演员 被李少洪导演选中出演四大名著 《红楼梦》的经典翻拍 与新红楼梦中学宝心一角 由此开始上了影视表演之路 在孙丽、蔡尚芬 蒋心等主演的清空痘争剧 《甄嬛传》中饰演《甄嬛妹妹甄欲绕》 并获得风尚明星旅行嘉奖 徐璐与潘伟博合作主演电视剧《不得不爱》 在剧中饰演女主角林维林 后又出演个人首部电影作品《简法人生》 担任女一号 由徐璐主演的爱情历制片《简法人生》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胖女孩延丹 并未待片配唱主题曲 《夜空中最亮的星》 齐轩传曲没关系 这是其首部电影作品 徐璐在影视道路上一路走来 她跟李绍红、郑小龙、张黎等导演学企 与孙丽、蔡绍芬这样的前辈演员合作 很幸运也很努力 演技也在由青色逐渐转为成熟 同样的她出席活动 更是冷到用手哈气 看来为了美什么都不顾料 赵涵英子出生于山东省安台市 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10级表演专业 刚高中毕业的赵涵英子 从沈模特一职 参加多次综艺节目和选秀节目 获得不少奖项 赵涵英子参演她第一部中韩合作电视剧 《就让咖啡有点甜》 在里面饰演一名可爱、善良、单纯的中国女孩 主演民国偶像剧《忍东燕祥威》 饰演坚毅相上热爱中医的女中医忍东 古装传奇剧《真命天子》 登陆广东珠江频道珠江剧场 该剧讲出名太祖朱延璋的《帝王之路》 赵涵英子是演乐真郡主 她还与杨说 鼓励那扎等人合作主演了时尚爱情剧《归还世界给你》 并在剧中饰演了大戏 干两儿又火热 迷人的时尚女主编岑伟 赵涵英子是真的将自己和角色融为一体的 每一次的表演都能看到她的进步 而赵涵英子在红毯量相众 因为能忍受严寒的痛苦 直接晕倒在她 而她的行为却惹起了争议 被网友哥纷纷吐槽 说她世界级炒作 其实不然 可是大家看到后台的她 却都纷纷地闭上了嘴巴 天气的寒冷加上过度的疲劳 才导致她晕倒 我可能是有创业的 所以我还是有创业的 感谢观看